在台北市的圆百姓益保齡茶室 现在呢这个餐厅啊爆发出疑似食物中毒 最新消息你可以看到 到昨天晚间为止有9个人身体不舒服 有7个人送医通报 那你可以看到就医的部分 一死一个人呢是肝衰竭昏迷 两个人使用液克膜保命 都在家户病房来观察 卫福部呢也已经将这个事件 视为是重大的食安事件 那么台北市卫生局到现场来击查 并且勒令停业 接下来全案进入调查 来看到这一位 他是来自新北市三重 40岁的一名女性男子 他是在22号五间呢 跟朋友来到餐厅用餐 这两个人回家之后 都出现有不舒服的情况 这名男子紧急在三重医院就医 好转回家之后再度不试 由救护车送到了北市的马街医院来急救 在经过抢救11个小时之后 还是不致身亡 那么在25号金检警报应 初步未发现有外力介入 或是他事的情势 现在他的遗体是占冰存 那么预定呢 在这个之后也会来进行解剖 要来追死因 要来厘清真正的原因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个部分呢 大家关注了 个案当中除了一死之外 还有两个人是在这个部分 装叶克莫现在在抢救当中 医师也说了 这个状况来得又快又急 现在保龄已经被论令停业 并且停止供应所有的餐点 那么这个大规模的食物中毒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在呢 是暂时的停业就来调查 董事长李仿轩说 素果条的配料都是蔬食 都是蔬菜 强调很安全 都是素食的部分 因为在这一回你可以看到 当中一死一命围 他们有共同的点了个餐点 就是这个素食的炒果条 他们都有吃了这个果条 那现在呢 在这个星光医院感染科的主任 黄建贤就说了 针对排泄物进行细菌培养 但是没有培养出细菌 看起来像是毒素导致 以及呢 这个王毕胜也表示 市境有扩大趋势 觉得事态有点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 威府部长王毕胜也说了 有点严重 那么食药署也来稽查 那么现在呢 针对在这个部分 致命的元凶到底是什么 现在专家的看法不太一致 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是 米酵菌酸 在大陆曾经发生过多起 那现在王云贤王医师 他的看法认为应该是 厌养菌毒素吸收导致肾衰竭所致 那么在这个厌养菌 可能来自素食餐厅的土壤污染 那因为在土壤的部分 会受到动物粪便的污染 送医之后呢 医师对腹泻使用抗生素 就反而会让毒素容易吸收 所以才会在这一次 原本是好转了 但是回家之后 又急转直下 立刻呢 又出现不舒服的情况 所以以后的食安事件 他认为不能够只有食品科来介入 那么机关署也应该要介入才行 另外这位是台大急诊 临床教授李建章 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他就说呢 这个相同症状 有人进了ICU 那么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吃了这个炒果条 好可能是炒饭炒果条 那么这个当中的枯草杆菌惹的祸 那很有可能 他说像是仙人掌杆菌惹的祸 就是在米制品的部分 通常米制品 如果你没有做好保鲜 一周以上的部分的菌种 而且在过去的话 美国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现在呢 可以看到有医师认为说 致命的元凶恐怕就是这个 米酵菌酸 只要EMG的毒素 就可能致人于死 因为三年前 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 那么确实在这次 毒物科医师也认为个案少见 但是像是如果你是年长者啦 幼儿或是本身 有些慢性疾病的话 容易就会比较有严重的情况 也要紧急就医 那么董事长说了 都是素食的都很安全 但是有专家来打脸了 并不见得 这是伟恩的食农生活 他说素的一定安全吗 其实并不尽然 因为在台湾的仙人掌杆菌 也常滋生在白米饭当中 造成食物中毒 甚至你一般的白饭 如果你是放粮 放到隔餐的话 就可能会有仙人掌杆菌污染的风险 所以在这一回你可以看到 持续的扩大 那么目前已经有十例的中毒 一例死亡 三例的叶克膜 你可以看到在人数的部分 再增加抢救当中 那么死亡的案例被证实是酸中毒 但是毒物科医师认为说 在这一波中毒是蛮不寻常的 在检掉的部分 也预计在三月二十八号 要来二度香烟 厘清死亡的真正原因 鲍林茶室风暴持续扩大 其中一名四十岁绿星男子不幸身亡 四月三月二十二号到鲍林茶室 吃了炒果条和香兰叶果汁之后 三月二十三号急性身衰竭 送马街死亡 北市卫生局证实是酸中毒 酸中毒只是说我们食物中毒很严重 另外还有三人在加湖病房 正在使用叶克膜 其中有两名三月十九号用餐的患者 分别是四十岁女性送往马街医院 目前确认是肝衰竭 以及一例六十六岁男性送往新光医院 我们的个案症状跟其他的个案 其实是类似的 是有消化道的症状 严重的腹泻 然后武力胸门的一个状况 医疗上看起来比较不像是一般的 肠胃炎的细菌感染 那有多重器官衰竭的现象 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转加湖病房 台北地监署二十六号外间启动调查 二十七号清晨便率领警方到现场开查 扣押监控录影带等证据 理清是否是人为下毒 至于一例死亡个案 建方相验之后 暂时冰存遗体 预定三月二十八号上午九点半 二度相验 我们也会找专家们 大家尽量也帮我们思考一下 可能的原因 在没有定案之前 其实我们都是用预测的 食药署透露针对不符合GHP的疏失 先寄出现期改善 若没改善将会开罚六万到两亿元 另外确切的中毒原因到底为何 最快两周之内警验出炉 记者于盛行曹文宁台北报导 最新消息要来看到呢 是根据医院的通报 保龄茶室的中毒个案 现在再增一死 病逝的是新光医院的 66岁的男性病患 在整起中毒个案当中 再增一死 现在已经导致有两个人死亡了 那么根据了解 在这一次爆发一次食物中毒的 身亡案件的保龄餐饮集团 在2023年底曾经遭到他的厂商爆料 欠了数十万的货款 当时保龄餐饮接受采访 也坦诚云云不佳 表示会有诚意来解决问题 而北检在27号凌晨 指挥警方前往餐厅查扣器材 还有监视器等等这样的证物 同时一并调查出 保龄先前传出机器人的菜商货款 等财务的问题 要查明是不是有人为不法的刑事责任 现在检警会一并来调查 先前击欠货款的部分 可以看到中毒的风暴 持续扩大再添一死 那么现在已经有十根身体不适 两个人死亡 还有三个人使用液克膜保命 卫福部已经列为一个重大的食安事件 全国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仁贤研判 事件当中有病例常规培养 没有培养出细菌 应该是厌养菌产生毒素导致腹泻 在厌养菌的部分 因为食材的处理不够卫生 就会导致食物中毒 而且一旦遇上了抗生素 反而让毒素增加 造成了肾甩节 保龄查室的这个中毒事件 原则上来讲大概 常规培养都没有长出细菌 所以大概是一个厌养菌 它产生毒素而造成了腹泻的机会比较高 那厌养菌基本上存在于动物的粪便 以及这个土壤里面 所以常常不管是荤食还是素食 只要食材在处理上 不够卫生的话 原则上都有可能会产生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毒素 原则上来讲是引起一个腹泻而已的 但是你如果碰到了医疗院所 它处理腹泻的时候 用抗生素去处理的话 原则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因为毒素这个时候会吸收 吸收了以后 它就会造成肾衰竭或肝衰竭 这就是造成我们这些病例 会造成有些病人会死亡的原因 所以这个就是说告诉我们 就是以后这个餐厅 在处理这些食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卫生 把这个动物的粪便 或者是这个土壤 能够清掉就尽量给它清掉了 那下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医疗院所在处理 这些腹泻的病例的时候 能不用抗生素就不要用抗生素 否则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个简单的疾病 就变成一个很重的一个疾病了 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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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